特种兵,从古到今就是兵王之王的象征,在古代,就有这么12支战无不胜的特战队,一直被作为冷兵器时代军事力量的巅峰代表。 反湖纵队,启国军,北斧神兵,在五湖乱华的至暗时刻中,有两支以北方流营为兵员的特战队,一支是燃明所率的启国军,一支是谢玄昭穆的北斧兵,这两支队伍都以强悍的作战力,先后为汉文化的传承,赢得了宝贵的时间。 尤其是北斧兵,以8万人大败福歼80万兵马的卓越战绩,创造了军事史上经典的肥水奇迹,轻骑兵混合旅,白袍军。 这支白袍白甲,仅有7000人的不骑兵混合旅,成就了一代白衣神将陈庆之。 神奇的陈庆之混合旅,无论在面对数万守军,还是7万御民军,甚至20万元军士,都能频频一风翻盘,予予创造一少胜多的军事奇迹。 重装甲骑兵营,悬甲军,黑战衣,黑铁甲,这是李世民麾下悬甲军的标准装备,这支由秦书宝,程阳金,玉石静德等名将带队的重装骑兵营,已战无不胜。 公屋不克的特点,成为李世民兵团中一把锋利无比的利剑。 铁血路战旅,被围军 这支让金人称汉江山翼,汉岳家军南的被围军,以骑兵与步兵协同作战的方式,大败金人的杀手锏铁壶图,让青宋总次令金务术发出自海上骑兵,借以此胜,经营义,的绝望感慨。 并且被围军以二十年间谁能相抗的不败战绩,成就了岳帅以一人之力,如大傻之将倾的丰功武力。 多功能作战团,汉家军,这支由秦书的矿工与农民组成的特种兵,被誉为16-17世纪东亚最强军团。 汉家军的装备非常先进,不但配备鸟刀、狼显、铁夹等冷兵器装备,还装备的农充、薄狼机炮等大量火器,再加上严民的军纪与职业化的训练,使整个兵盘始终保持不败的神话。 重装护兵加强营,陷阵营 这支由吕书麾下七百余人组成的重装护兵营,由到死都不愿降曹的高顺带领。 尽管这支队伍装备精良,功无不胜,但因为遇到吕书这个有勇无谋的司令官,算是这12支特战部队中混得最惨的一支队伍。